口试院长关中被报上班 李亚林他辩称说院长是没有上下班制度的 那么有人就质疑说难道国家的钱这么好领吗 我们查了一下院长的薪水 发现呢关中他一个月的月薪高达了30万 那么如果退休之后他的月退缝再加上18% 每个月也毕竟有10万块钱 而且呢再看看关中的身价更为惊人了 他在台北上海跟美国都有房产总价值破亿元 包括珠宝名车存款呢 加起来总共也差不多高达了5000万元 那么今天就有民众很不平衡的说 考试院长有这么好当吗 他们说呢自己可不来当当看呢 带你来看 欢迎说距离按摩院仅仅一公里的住所呢 就是这栋早红色的电梯滑下 这里也刚好是单区的精华地段 一瓶要价90万 随便一户都要5000万起跳 红色瓷砖古色古香 庄重又优雅 说是豪宅一点也不为过 考试院长关中的房地产不止这里 除了台北市黄金地段坐有两户 上海徐汇市美国加州也各有一户 总价值破亿元 不只有土地还有财 关中存款光是台面上 看得到的就有2000多万 有价证券1500万 珠宝490万 再加上德国名车5000万跑不掉 公务人员绝对不等于一般的人民 我想请问你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公务人员 你说担任公务人员今天考试 他的录取率是3%呢 他已经违反了这个公务人员的伦理跟纪律 曾大骂施文仪有违伦理 更曾在慰问津风头上呛瞎不要羞辱公务员 自己行为却没跑到哪里去 无奈的是观众现在每月能坐领30万高薪 王后月退凤加18%利息 还可以每个月从国库领走将近10万元 成为马政府里摸鱼的肥猫 会觉得他的钱太好赚啊 这样我也去当考试院院长好了 太过分了 大家拼命赚钱 就在工作时间去玩 他不知觉得他这样做不对嘛 对不对 对啊所以这每个人操守问题吧 不适合再继续留任啊 民众呛瞎要关中之所进退 因为高官薪水都是人民 辛辛苦苦血汗钱 如果上班时间做私事 毫无疑问等同A钱 三立新闻江亦宏白桥英台北唱报道